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进阶版的《今天是你的生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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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听到这是一个由左右手共同来演奏的长的下行爬音 在自由的盘音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可以把它处理成枣弧状 也就是慢开始 然后慢慢的渐快 在最后呢再把它渐慢下来 这是一个我们比较通用的像公式一样的处理方式 在自由的影子结束之后 就进入了这首乐曲的主体部分 同样一个短短的前奏 在演奏这种短小的前奏时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宣宾夺主 尽量把它的音量调小一些 并且把它的音色调整得圆润温柔一些 小前奏之后就进入了我们的主歌 主歌是由两条旋律线组成 也就是我们的副调音乐 所以我们在演奏这种副调音乐时 要把两条旋律线演奏的在音色上 要稍稍地给它区别开来 这样听起来更好听 基本上是右手是主旋律的线条 左手是一个插控的伴奏 但是由于中间出现了一些暗滑音 所以有的时候左手的伴奏部分 需要右手来代劳 因此右手要演奏的 就不仅仅是我们主旋律的部分 也要帮助左手来完成一小部分的伴奏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切换 右手的旋律声部和伴奏声部的音色和音量 比如说在主歌的最后一句 这一句中的伴奏呢 就是La Do Right三个音 但是由于左手需要做上滑音 所以这里的伴奏声部也是由右手来演奏 这时我们就要把这个La Do Right演奏的靠中间一点 让它的音色更加圆润 并且音量也控制的稍微弱一点 让它和旋律声部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这一遍主歌之后呢 有一个反复的变奏的主歌 这一段变奏是这样来完成的 左手呢是伴奏 右手在高音区做一个下行的爬音 而右手在低音区来演奏它的旋律 在演奏这一段时 我们依然要注意两个声部的区分 我们要把旋律声部演奏得更加明显 并且富有感情 而在伴奏声部可以让它更加灵巧 做一个衬托的效果 在变奏之后就进入了我们的副歌部分 副歌部分和主歌部分的情绪 有一个较大的不同 在主歌部分呢 我们的旋律是非常的温柔优雅的 而在副歌部分我们的情绪要相对激烈一些 要饱满一些 在副歌部分呢 我们用到的伴奏音型是 左手使用46的节奏型来演奏爬音 右手就是来演奏我们的主旋律 左手的伴奏除了用到了46的分解爬音之外 还用到了我们非常快的这种爬音 我们在演奏这一段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爬音 它的区别演奏得更加明显一些 技巧就是在46部分呢 演卡它的节奏 而在快的爬音时 尽量把它弹得密一些 快一些 这样就不会造成两种节奏型的混乱 第一遍的副歌结束之后 就进入到了一个副歌的反复 这一段用到的是左手的瓜奏 配上右手的长摇来演奏旋律 这是整首曲子情绪最激昂的一段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尽量用摇指 把它的旋律线条 它的强弱起伏做得明显一些 副歌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过门 也就是尖奏是一个自由的部分 这一段尖奏用到的就是瓜奏和爬音 这种两只手组合的爬音呢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音色要尽可能的干净 另一个就是两只手的演奏的位置 要尽量的靠近 这样来达到它音色的统一 之后就回到了原速度 进入了一个主歌的反复 然后就是尾声 在尾声部分呢是渐慢 我们不仅要渐慢 而且它是一个渐行渐远 慢慢的消失这样一个结尾 所以我们在演奏最后渐慢的部分的时候 要注意在音量上 也要做一个渐弱 渐渐地 渐渐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